重点是我们跟西方的不同 所以这才使得我们跟这个战争很近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如火如荼打得很激烈 这个中东也是在乱战 很多地方冲突都不断 好像我们中国很安全 其实大错特错 回到这个所谓的中国人讲的 所谓以人为本的这种哲学 就是我们中国是制成体系 只有我们中国人是制成体系 他们的西洋人 我们回顾这个西方的这个几千年的历史 西方也是两千多年历史嘛 都是打打杀死的历史 亚历山大 这个罗马帝国 东罗马 西罗马 一直这个 一直这个 一直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十字军东征 一直到现在 这个几千 这个两千多年来 在整个欧洲战争不断 一直在打仗 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都是主战场 没有停过 唯多这一段时间消停了一下 但是 他们之间的战斗 这个欧洲人 美国人 所有的白人 尽管他们说是不同的民族 像这个 安格鲁民族 萨克逊民族 斯拉夫民族 但是有一点共同的 你注意没有 我讲过我以前的那个挪威的太太 她是学宗教比较的 她就告诉我 其实西方的宗教是一家 就是这个犹太教 你包括现在犹太人 跟这些人搞犹太教 那美国是什么 美国是新教 基督教里的新教 像什么西班牙 像很多国家 他是这个天主教 俄罗斯是登众教 那么还有呢 穆斯林 人家一直里面 这个穆斯林是基督教的敌人 他说后来是敌人 在中世纪 这个穆斯林跟基督教打得很厉害 这个基督教称穆斯林为邪教徒 其实你去翻他们的圣经 可难见 他们都是一支 他们的祖先都是一样的 但是都是从上帝 从耶稣 不是耶稣 耶稣 都是从一个老祖种 就都从一个上帝开始的 那几下分了几支 这样分下分下来分下来 他们的根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是兄弟之间的之争 在俄罗斯跟这个美国 抗争的时候 他们是兄弟之间的小地盘 他们是兄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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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地盘 那么就是美国带着他 欧洲一把小地 去跟斯拉夫人 争个俄罗斯抢 那么俄罗斯太弱了 他就靠了一个东方大国 找了大羽猫 跟他撑铲子 大羽猫往那一堆 他有那么一堆 那个体积很大 就用点吓唬人 但是熊猫是不咬人的 我们是草食动物 他们是又是鹰的 又是什么北极熊的 都是肉食动物 所以说 很多人天真地认为 我们跟俄罗斯的友谊 上不封顶 脑不可破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俄罗斯以前的苏联 拿了我们多少 五百万平方的土地的 占领了我们这么多土地 俄罗斯跟中国从来 就不是有朋友 他事实上就是怎么说 战略关系的合伙人吧 就是这样 就怎么叫 就是被美国逼得 被搞被取暖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注意没有 最近有人爆料 说这个北约的终极目标 是东方大国 他们搞完俄罗斯 把俄罗斯斯拉夫人 搞下去的终极目标 是我们黄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他们不是一家人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 我们讲的道教 我们讲的这个 佛教是从印度来的 从印度来的 我们自己讲道教也好 讲什么也好 儒教也好 其实都不是教 都不是教 所以我们中国其实没有一个 我们有自己的神话 就是女娃是我们的 这个母亲对吧 这无锡是我们的父亲 在无锡看天地 什么什么 女娃看天地 我们有这样一个神话 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 成熟的一个宗教 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不是 我们跟他们不是一家人 我们总也不一样 你俄罗斯人再是斯拉夫人 他看了你是白人 他也是金发碧眼 对不对 他是个子高高的 他的DNA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种族的人 所以大家认清楚没有 到最后是种族 最后是宗教之间的战争 所以一旦这个特朗普上台 或者什么情况 因为你终于没有 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高铁 最后中标的是欧洲 跟中国这么铁 中国的这个高铁技术 这么厉害 他不要中国做 他要欧洲做 为什么 俄罗斯其实心里很清楚 我借中国这个大熊猫 在这里 他只是权宜之计 他最终还是要跟欧洲搞好关系 俄罗斯希望能跟欧洲搞好关系 跟欧洲绑在一起去对抗美国 就是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吵架 他们在分地盘 但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是我们的华裔 是我们的黄人 是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 或者自己是从自己为儒教的 这个佛教的这样一批人 有一个美国的一位这个高官 或者是知识分子 公开跳出来说了 现在有一个跟我们不同的民族 跟我们不同种族的 他们崛起了 这个我们也担心 就讲川了 最最后不是意识形 最最后 这个这个 昨天这位学者还讲了 他说你不要讲 你什么意识形态 讲是种族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最后成的最后就是争钱 我讲的 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但是只对了一部分 在兄弟之前吵的时候 他讲的是钱 但是我们跟那一家打架的时候 我们兄弟抱在一起去打 隔壁那一家的时候 就不光是钱的问题了 就是要把隔壁那一家灭掉 生存空间问题 所以 俄罗斯一旦跟欧洲 一旦跟美国 一旦他们之间觉得互相削弱不了对方 很有可能俄罗斯一转备 就变成了他们弟兄们的盟友 他们弟兄们就合在一起 把那个东方大国干掉 所以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警告 一个宗告 就像我2019年 全世界第一个跳出来 告诉大家 疫情要来的一样 有人说是谁 这个吹哨子 谁是谁吹哨子 我出来最早 你们就发我在 这个油管上的视频 关我在YouTube的视频 你们就发我在YouTube上面的视频 我是在2019年 6月19号 就在日威坛前面讲了 有一场世界文艺就要到来 那个时候都说我是神经病 大概11月份 两个月以后 我这个访问还没到期 而且机票都废掉 就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亚洲 接着就疫情就爆发了 接着就全上全世界了 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大家报一下 你可以不认真 你可以认为我在胡说八道 但是做好准备 我们东方大国 才最终是所有西方人 所有基督教 天主教 东宗教 所有他们这些 以上帝为知己的 包括犹太人的 犹太教 他们这些 包括穆斯林 他们的真正的敌人 因为我们是一族 听懂没有 OK 我们是一族 我们是一群没有哲学 没有信仰的人 好 这个 在他们看来 我们就是 在他们看来 我们是一群 在他们看来 我们是一群没有 在他们看来 我们是一群没有哲学 没有信仰的野蛮人 OK 所以是必须要灭掉的 不能让我们跟他们 抢了这个地球的资源 好 今天的视频就警告大家 警告到这里 希望大家深思 提出自己的看法 再说一遍 这个视频一定要看 其他视频可以不看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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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